多謝回到來一男一女 旅行的女兒 最近有兩位朋友有情推薦 一個一年只需要三萬元的 郵輪行程 看到我心動動 看過這條新聞之後 覺得 嘩 正啊 三萬元一年 不就比交租更便宜 於是趕快聯絡船公司Live at the Sea 預約回到位 收到他的回覆 就說其實他是一個套餐賣的 要將近18萬 兩個人三年 如果你每個月給的 都得 就是這個價錢 仔細研究之後 發覺有五個地方需要特別留意 第一是時間 一張船飛坐三年 中途有什麼變故 就很難轉彎 如果有什麼改變 或者有什麼不適應 身體不舒服 東西不適合 等等原因 都要 焗食三年 第二呢 就是船的赤穿 這艘船就叫做 MV雙子座 但是他不到兩萬噸 平時我們坐開的那些郵輪 起碼都七八萬噸起 有些到十幾二十萬 這艘 MV雙子座 是1992年的船 今年翻身 當遇上海面風浪大的時候 船身有多搖晃 身體有多適應 真的要想想 而且這艘船 小了 活動空間 相對也減少 現在看看畫面上的平鏈圖 四五六七層 有很多 公共的活動空間 但是夠不夠呢 要仔細 研究一下 第三個方面要想的就是飲食 這間船公司 到目前就只有這一艘船 還沒有任何顧客提供 關於郵輪飲食的評論 廣告片拍得非常吸引 實際出品的質素 要仔細查清楚 第四 就是風險 雖然每年三萬元 非常之划算 但它的收費就是 一個三年的套餐 接近18萬 一次過付完18萬 確實有點顧忌 因為船公司那麼新 變相是雜資 給他們做生意 如果中途 財務上有什麼變故 風險 要乘客自己 承受 第五樣就是實際的開支 郵輪公司宣傳 非常之成功 表面上 英包的都包了 好像洗衣服 互聯網 其中有什麼其他費用 要自己準備 要自己付 就要仔細查清楚 另外有些開支 因應自己的要求 例如有人不希望在最便宜的內倉房房住三年 要求 就有些賤光 就好像畫面的 Supere outside Cabin 我們暫時叫它優質海景房 兩個人三年就要26萬4千 加上 小費 岸上旅行 以及一些郵輪以外的開支 好像自己的房子如何處理 燈油火納 房地產稅 保險 保安維修等等 都要花費 如果是租房子出去 搬出搬入的費用 Storage 費用等等 這些真正的開銷加起來 比每年 三萬元 一定是要多的 以上五個問題 都要深思熟慮 我就跟家人商量過之後 發覺不可以立刻 付錢買票 需要再仔細考慮 不知大家意見如何 請留言 和我們分享一下 短短的 就說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請你和親友分享 多謝你 拜拜